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隔天的早上出發 这个时间是差不多早上7点半 那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是杨梅这样的小地方 还是蛮多车要上班的 他们可能这个 赶着上班都骑得没有很慢 大家看一下右边 白排骑得比我还快 那毕竟那个新竹这边 就有蛮多的这个工业区 然后呢 或许他们会往竹北 又更靠近科学园区那个地方 有很多的公司啦 所以呢 大家都蛮赶着上班的 那我呢 则是来到这个7-11的 罗湖门市 要来跟小虎哥见面啦 哇 好久不见的小虎哥 还是这么的帅气 然后呢 这段时间他的车子 有经过一个小改 他去加装了雾灯 可能这个晚上哦 这个 一般的这个灯光 还是不太够了 好 那我们就 一起出发啊 我们今天要前往苗栗后龙的海角乐园 那这是因为那个 本田有一个打卡任务哦 小虎哥陪我来去这个兜兜风 我来去打卡 好 那没有很久我们就接上了台61线快速道路 每次上到这个地方呢 我总是打起12万分的精神 有人这样说的吗 反正就要非常打起精神就对了啦 因为不仅是 马路不太平之外 路况不是很好 这个车况也不是非常的安全 因为旁边蛮多大卡车 当然也可以 相信他们都会好好开车啦 可是 难免有一些卡车司机 打瞌睡啦 或是边开车 可能他 边讲电话 或是边拿东西 不知道怎么样哦 那手法的人很多 可是呢 就要担心哦 这样子的大卡车 万一有一个状况的话 就会造成旁边的这个伤害蛮大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诶 这边看到了一台HONDA的MSX GROME 这一个125的小小的玩乐小车 这个骑在路上还是蛮帅气的 仔细一看呢 好像是三个女生哦 她们可能三个好朋友一起 骑着车要去旅行哦 哇 真的说青春真好 哈哈哈哈 好 来到这边就是厚龙的关海大桥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整条路上非常的直 对不对 那汽车道有两道 但机车道呢 只给它这样窄窄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然后还用一堆的棒棒糖把它关在里面 我觉得机车真的是非常的可怜 然后来到这边是火花楼之前介绍过的哦 就是为了让汽车能够在这边右转下闸道哦 所以呢就迫使白牌机车也一定要右转下闸道 然后再让他们从那个蓝色的那个箭头那边回转再重新再上来 我觉得就算不是交通专业的人也觉得这样的设计太白痴了吧 是吧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路口哦 这是Google地图上面的哦 这是逼得你一定要在这边右转下去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没有必要车种分流哦 如果让这个白牌机车也可以骑到至少是我现在在骑的这一道的话 那是不是就接大欢喜呢 那执行就靠左 右转呢就慢慢的要靠到右边 然后再下闸道这个不是尝试吗 好啦下了闸道呢就来到了这个有一点熟悉的路口 好这边也是往好望角的路哦 就是要右转走这个苗33号线道 好望角呢现在在我的左前方 因为我们已经跨越了铁道 来到这一侧了 比较靠海边的这一侧 然后因为是往海边的海角乐园 所以这个路晓得有一点点令人怀疑啊 是不是又走错路了 不过应该是没错啦 还好这边Google的这个信号还蛮准的 就顺着它的导航呢 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目的地 海角乐园啦 好马上来打卡 完成了我三个景点的任务 待会就要回来去这个桃园本田跟他领奖品啦 那在这边也跟小五哥留下纪念照 那我不得不说啦 海边有蛮多这种五分钟的景点 其实就这样稍微拍拍照就可以走了 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 不过呢 倒是可以发现有一个风景就是天空上的直升机 那这个对于航空迷来说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看点 因为好望角就在附近十分钟不到的距离哦 然后小五哥说他没有来过 所以呢我就带他上来看一看 算一算呢 我已经是第三次来到这个地方了 虽然是第三次哦 不过再次来还是觉得风景很不错 视野很开阔 然后这个大大的这个风力发电机 绝对非常的壮观 今天蛮特别的哦 今天的风没有很大 大家看那个草哦 它都没有在晃动对不对 通常这个地方靠海边 风都要蛮大的 今天风蛮小哈 然后我们上来这个观景台看 诶前面那个地方呢 就可以看到刚才的海角乐园哦 简单拍照观赏一下风景之后呢 我们就离开了好望角 那下山的时候 小五哥才发现 诶其实他有来过好望角 但是是骑脚踏车来的 所以比较没有印象 然后呢他就要沿着台六一他要南下 他要去利保去逛一下百货公司 那我则是呢沿原路就要回北部了 诶这边有两台很帅的BMW飞过去 现在看的时候呢 只觉得说很帅很羡慕他们 但是呢没有想到后来呢 我跟他们有这个 在这条道路有很深的缘分 变成我们一起同伴同行的 这种伙伴的感觉 这边呢有点点高度往下呢看到这个海 蛮漂亮的我记得有人在这边拍IG美景照 不过这个应该要在山上拍了 看哦前面就是刚才那两台BMW 哇不知不觉呢就慢慢的追上他们 其实他们两位哦就是骑得不快不慢 然后呢也没有这个耍帅啊什么的 我觉得我蛮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骑士精神 就是说他享受他骑乘的乐趣 但是不会对别人造成任何的这个困扰 他们都非常守交通规则 然后呢骑得中规中矩的非常的稳定 不过我就不知道他们骑的是什么车啦 那欢迎观众留言告诉我哦 好已经来到苗栗竹南了 名叫竹南但是他是在苗栗哦 大家可以这个学习一下地理 然后呢再骑一阵子就来到了新竹市看到了香山 竖琴桥了 不知不觉在这边又遇到了这两台BMW的哥哥 好不容易有红绿灯可以停下来 好好地欣赏一下他们的爱车 他们都有装那个子弹头哦那种的 蛮帅气的 好那再继续的往前进 今天中午呢约了竹东的一个朋友要去吃饭 那来到这个地方呢 诶因为这个竹东的这个标示 有点奇怪是在这个路口往右吗 我觉得这个标示真的可以再做好一点 你可以画前然后再右转嘛 就是直接画一个右前方是什么意思 这又没有右前方的路对不对 当然啦来过一次以后你就知道这个路标是什么意思 可是没有来过的人真的看到那个都看不懂 觉得很不直觉 我差一点就要直接右转对不对 好希望我们的这个交通单位真的多花一点心思 好那在这边呢走68快速道路 下来到竹东 跟朋友会合之后呢他带我来这一间叫做Bowser Bowser牛肉面水酒 不知道是说他们很会包还是说老板姓包 总之呢这边是这个永远都在排队 永远都是坐无虚席啊 好那我跟朋友呢一人点了十几颗水饺 然后点了一些小菜 他们的食物呢都蛮新鲜的 然后这个水饺非常的扎实 所以吃起来是蛮有饱足感的 然后呢因为很好吃哦 所以隔了一个礼拜我又带凯利西下去吃了一次 这个是我跟凯利西两个人吃的 好的那当天跟朋友两个人吃完了水饺之后呢 那我又继续的赶路要北上了哦 那我现在就是要去桃园本田 要去领我的这个打卡任务的这个礼物 然后导航他带我走的就是115公路 那这条公路说实在的呢 我还算有点熟啦 因为呢第一次跟郭巴大哥还有好邻居Z先生 我们起重机出来兜风的时候就经过这边 好来到这边是新竹北浦 北浦风很大 所以有很多的柿子 所以他的桥上面还放那个柿子的图样 好那再继续走115哦 继续从这个新浦的市区继续北上 我们看右边有那个板条大王 还有一个什么板条之家 新浦这边也有这个特产哦 就是板条 好这边盛产稻米 大家看哦 现在这个两侧呢 虽然都已经收割了哦 但是呢其实它都是稻田 所以这边如果有稻浪的时候呢 骑起来真的还蛮漂亮蛮浪漫的 好这条叫做龙新路 龙潭到新浦 这条115公路哦 真的还蛮好骑的 虽然它这个汽车道 只有一道 然后旁边那个 想必是给机车骑的嘛 对不对 不过呢因为没有什么耗质 然后车辆也蛮少的 因为它是要翻过一个山头 然后才会下到扬美那边 所以平常在这边骑的话呢 应该都蛮惬意的哦 只要前面的车不会开得太慢 那大家都顺顺的在这条路上 兜风是蛮有乐趣的 开始下坡就是桃园阳梅区的范畴了 那这条路呢就是 等于是我回老家的路嘛 对不对 不过呢这个Google导航哦 它就是它只会算最短距离嘛 所以它把我导向一个市场的路 那这边就比较挤 平常如果走路的话 逛市场也蛮不错的 不过骑车经过这边真的就还蛮郁闷的 然后呢它再继续把我倒倒倒倒倒倒 终于倒出了那个窄窄的地方 那这边应该是扬美火车站后面哦 然后再继续的前进 又来到了这个视野比较宽阔的 这样子的景色了 好接到了台31线 其实这条路呢就是沿着高铁的这个桥体下方来走的哦 所以走起来蛮轻松不用花脑劲了 走了一阵子就来到了清浦特区 我也是这一次查地图才知道 原来清浦只是个称呼哦 它其实就是桃园的中立区啦 这边以前不知道是不是都是稻田哦 但是它竟然能够这样子重化之后呢 这个马路啊人行道啊建筑物啊 它都可以重新的规划 所以清浦呢那就是这几年 这个新建案非常多 也是呢新购物者呢 蛮考虑的一个地方哦 短暂的经过了大园区还有卢竹区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桃园市的桃园区啦 那这个桃园区其实就是以前我们所说的桃园市哦 那其他的什么什么中立区啦 大园那边就是以前的桃园县 那现在县市合并了 时间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骑了一整天呢我现在终于回来到这个桃园本田 待会要领奖品啦 好从他们的维修区走进去呢 这边就是他们的接待大厅 然后呢我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然后去跟小姐报道说 哎我有完成三个景点打卡咯 我的业务员应该有帮我登记吧 那我想要来领我的奖品 就是一件衣服还有一只雨伞 那这个小姐非常的贴心哦 我本来登记M号的 她没有直接拿M号给我 而是说我应该要穿L号的才够搭建 我试穿了以后果然是L号才合身了哦 那她就马上拿了一件新的给我 非常的细心 非常感谢他们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不知道大家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记得帮我们 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我是国宝老师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安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